娱乐圈那些具备旺夫体质的女明星,姚米和唐嫣都输给她了。 娱乐圈那些具备旺夫体质的女明星,姚米和唐嫣都输给她了。 赵丽颖,小编仔细翻了翻英宝拍过的电视剧,跟她拍戏的男主角都会大火,比如陈晓,霍建华,陈伟婷,李峰等,那个人气可是蹭蹭往上涨啊。 娱乐圈那些具备旺夫体质的女明星,姚米和唐嫣都输给她了。 姚米,去年热播的三生三世赚了多少观众的眼泪,而其中男主赵又婷更被誉为,正容是,演技,圈粉无数,今年扶摇男主不知道能不能沾上杨米的旺夫体质呢?娱乐圈那些具备旺夫体质的女明星,姚米和唐嫣都输给她了。 唐嫣,杨米的好闺蜜,说到唐嫣,她不仅旺夫,还旺女儿,之前和热吧合作,一不小心就把热吧旺到了一线女星的地位。 这个体质,小编不得不服。娱乐圈那些具备旺夫体质的女明星,姚米和唐嫣都输给她了。 郑爽,小爽,自带热搜体质,那是大家都知道的,当然她还旺夫,郑爽合作过的男演员,不仅那一阵能红,而且之后的发展也是很好的。 包括杨阳,景百然,马天宇等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